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农历新年在一月底 所以这几集的专题里面 其实都会说有关于还神方面的事情 或者是睡晚 还神有什么制品要预备 或者是新年的时间到底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呢 在今天这几集里面 都会和大家一起去分享和学习一下 刚才也所说了 即是近年尾了 其实都不少的善信 或者一些同修弟子 他们都会进入庙或道观里面去还神 有些善信会问 既然得道的神仙 或者是一些神明 他们都脱离了三界六道 为什么还要我们众生每年 又这么辛苦去籌借神恩 又要去回礼啊 其实神仙就不会要求我们世人 去报答报恩 不过这个还神 这一件事 其实跟我们中国人一个传统的观念 就是很相通的 就是感恩徒报 所以就算神仙不要求我们 众生世人去报恩也好 但是我们也有说过 即是说得人恩果千年计 即是说受到别人少少恩惠也好 我们常常要冥记于心 这个中国传统的美好的观念 和道德思想 其实常常会影响着我们的中国人 所以在还神里面 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去学习一下 如何去感恩徒报这个心念 所以如果是有些善信 或者是一些弟子 他们在神明之前 曾经许下一些承诺 或者希望祈求 未来一年合家平安 事事顺利 到年尾的时间 当他想到 全家人今年平平安安 大家工作又顺利 有什么大事发生呢 其实都会想起 也是神明去保佑的 所以我们就会去感谢一下神明 但是记住 这个不是神明的要求 而是我们感恩的文化 或者我们这个观念 其实一直都是 值得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里面 所以 民间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年尾的时间 去还神 一般来说 他们都会选在冬至前 就会进行还神 但是 不是啊 现在都过了冬至了 那就不要紧了 其实 在立春之前 还神也是可以的 而 根据我们的民间习族来说 中国人就喜欢在一些吉日里面还神 所谓吉日还神 就是 如果是有通圣 可以在通圣里面 如果那天显示有 碎德 月德 天德 天月 德盒 三盒 六盒 那些吉星 那天就是还神吉日 而且民间的习族里面 亦都避免 跟自己 生肖相冲的日子 去还神 这也是一个民间的习族 如果是根据到门来说 基本上 除了在冬日 除了冬日 不朝之外 除了不在冬日里拜神之外 其实 任何的日子 都可以去还神 而还神当中 最好做到什么呢 能够齋戒目熔 而製品方面 其实也是 都是简单为主 例如一些清香 鲜花 和水果 其实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用那些美食 很多食物来功臣 去表示敬意 那就要留意 留意 留意 那些贡品 究竟是否适合 尤其是一些 分声 芝蜜 譬如 可能是 这个 分菜 譬如 乳珠 鸡 燒鸡 神明 都不太接受 这些贡品 拜神的时候 要留意 拜神的时候 要留意 如果是 欠神医 或者受金的时间 也都记住 不用烧得太多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 能够保持一个 智诚的心 或者到时 持香去 念圣号 念中 宝告 去感谢神恩 其实已经很好 还有 当中 亦都说 懒惑一下 过往一年 或过往当中 做了一些不好的恶事 希望 未来的一年 能够 改革自身 希望能够重新 开始 新的一年 新的开始 这样去想 其实 我们 只要很诚心 诚意 就可以感动到 先真菩萨 最重要 当然 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 我们也要 保持 虔誠 和恭敬的心 如果 譬如 今年 年初 有些 许下了 和神明 许下了一些乐言 但又 对应不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 更加要 用一个 很诚敬的心 去 忏悔 希望 發願 这一年 能够做得更加好 希望 这样 祈求 上天 福佑 而 这样的想法 才是 还神 最重要的精神 当然 拜神 也不是 年初 就拜一次 年尾 还神 又拜一次 就是这样 因为 在 余式 道三教 无论 任何时候 都欢迎 善信 去 参拜神明 当中 当中 通过每一次 去 寺院 去 道观 拜神 之余 有机会 听经 文法 帮助自己 职功 累得 所以 道经 也有说 元宵 道保香 元宵 经 保香 元宵 师 保香 身身上 供养 作为 善信 也好 作为 道门的 弟子 也好 希望透过 道经 师 三宝 真香 能够供养 诸天的 先真 聖言 菩萨 所以 通过这样的 供养 时间 我们经常都铭记住 尊度 孟德 能够 依经 而行教 依经文 好好实践 祖师教导 我们的一些 教条 教导 如何做人 祝世 礼敬 先真 尊敬 先佛 这就是最好的 供养品 至于 关于其他 过年前 还臣 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留待 下一集 再和大家一起分享